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部即将上映的电视剧 那就是反恐特战队呢 即将在11月4号登陆我们东方卫视 讲的是反恐故事 戏里激烈的交战场面当然不少 那这回呢演惯了青春剧的朱宇辰 挑战男主角成了一名特战队队员 拍戏时好像吃了不少的苦 大家好我是朱宇辰 现在正在上海宣传我们的新作 反恐特战队 11月4日东方卫视敬请关注 在反恐特战队里 朱宇辰饰演了个保佳卫国的特战队成员 打戏什么的那绝对就是拍摄时每天都标配 刚开始觉得都可能完成 而且觉得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慢慢地等过半的时候觉得 哎呀天哪 过几天要拍那个打仗呢 我的天啊 就开始就开始有点像偷懒 是不是能不能导演生啊 这场可不可以不要我 许多演员为了演得像个军人 常常在拍戏前就开始加紧锻炼 不过在这部戏里 朱宇辰压根没把健身当回事 演员们通常为了保持身材而少吃甚至不吃 在这个剧组里也是根本没有的事 因为这拍摄强度足够他们练趴下的 你不用刻意练 你拍戏的内容就已经帮你练了 中午送来的饭就晚了 晚了五分钟去 那个肉就已经冻成上面白色猪油了 你说为了体脂你不吃了 不吃你下午可不就趴那儿了 那也得吃啊 就吃 除了超高的强度运动量 拍摄环境的恶劣更是让演员们头疼不已 当时剧组驻扎在零下24度的内蒙古 这样的环境对剧组上下而言简直就是折磨 非常冷 尽管各种条件已经相当艰苦了 但导演尤小刚对演员们依旧要求极其严格 他要不把我们裂得太惨 他就是对我们不负责任的 这个拍出来就不会好看的 他应该是榨干我们身上最后一滴汗的 现在想来这么薄命的演出 朱宇晨也是不想再有第二次的体验了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就犹如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这个我倒并不一定需要朋友变天下的 因为这种经历 老是这样 每天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会没有热情 孤诸一致 就是一次了 孤诸一致的意思就是拼老 你没事老孤诸 那是赌博的 在戏里英姿萨爽想必朱宇晨 能凭借这部戏全来不少粉丝 不过他倒是对人气什么的美太多向往 只想专心做个好演员 在这个演员的这个职业上 我是有野心的 就是很多角色我想去尝试 我一直想演一个戏剧 因为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能够胜任的 这个全球播吗 对 行 都能看到 好的好的 新闻在线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东方卫视 即将上映的这部好戏 巨路 少 你 感谢观看